TVBS 說是長頭 慶祭三十週年 人家翹狗練踏板著來 練朝後背面向前倒著騎車 不只腳踏車可以這樣騎換個工具 機車也行 指尖踏屁股靠在機車的龍頭中間 腳站在踏墊上 練朝後方人反過來騎車 他甚至可以放開雙手 飛翔的姿勢保持平衡 讓機車平穩前行 叔叔有練過 而且是在家門前廣場 不是公眾馬路上 小朋友不要亂魔法 60歲的林先生 雲林希羅人 自稱是希羅老怪 他說看過人家倒著騎車 覺得厲害 自己慢慢揣摩 練出這一身絕技 不只騎車搞怪 他寫字也很特別 看看他粉筆拿著 左右手一起寫 傳說中小龍女只是 左手畫方 右手畫圓 她卻是同時寫出 樣子相反的字 還有自己設計的獨特 花式落款 林先生原本做招牌設計 金面書法絕技 也取得街頭藝人證照 因為這項特殊才能 也曾經上電視綜藝節目 左林右舍常常看見他練習 嘖嘖稱奇 遠文遠舞的老怪還別出心裁 把吉祥畫結合設計成一起 紅印當頭步步高升 有的做成掛飾 有的硬成小方春聯 他說明年還要用稻騎機車 靠街頭藝人 TBS新聞張崇明許立反 吳淑平原林報導